要为大家介绍妙口营养三明治 煮料有 高筋面粉400克 低筋面粉100克 奶粉15克 酵母粉10克 熟虾仁8只 蛋1个 奶油40克 鲜奶油60克 面包粉300克 白煮蛋4个 番茄1颗 小黄瓜1条 火腿4片 起司片4片 还有美奶汁1包 调味料要准备糖75克 还有盐4克 以上就是妙口营养三明治所准备的食材 妙口营养三明治的做法是 先将水煮蛋以1开4 番茄切片 小黄瓜切圆片 酵母粉加入一碗的水 拌匀成酵母水备用 然后将高筋面粉 低筋面粉 鲜奶油 糖 盐 奶粉 酵母粉 全蛋一个 揉成面团后 加入奶油揉匀 放入抹油的塑胶袋中 静置40分钟 取出并分成10等份 擀平后再卷成成条状 先沾水 再沾上面包粉 放置30到40分钟 发酵为原来的一倍大 然后以140度的油温 将面团乍约3到5分钟 呈金黄色捞起 等面包降温后加入美乃滋 小黄瓜 起司片 番茄 白煮蛋 火腿 就完成了营养3分钟